Hello 一波一波 郁寒的商品通通都大卖 包括暖暖包 暖暖蛋 业绩成长至少三成 而有业者看准天冷的商机 现在推出的最新商品 暖暖蛋竟然还可以当成 保养的机器来使用 不过医生也提醒您了 如果您真的拿暖暖蛋来敷脸的话 在脸上时间尽量不要太长 以免过度刺激 下上摆满琳琅满目的郁寒商品 天气这么冷 民众忙选购 而现在很夯的是这种造型 Kawaii又可重复使用的暖暖蛋 几乎一代难求 最近都成长大约有三成 现在暖暖蛋不只有预寒功能 还出现进阶版 宣称可以美肌 像是在家DIY做脸 直接把暖暖蛋放在脸上按摩 号称可以促进保养品吸收 或是穴位按摩 但皮肤科医生说 43度高温的暖暖蛋 可不能放在脸上太久 否则会刺激皮肤 适可而止就好 另外像这款暖暖蛋 有两段是温度可切换 插在电脑上就可充电 或是可重复充电500次 不用像暖暖包用一次就得丢 除了让你能够身体保暖之外 最主要是我们建议你在 每天的早晚用完这个护肤品之后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美肤的机器 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保养品吸收 天冷双肌无限 不过一时也提醒 暖暖蛋使用在脸上时 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五分钟 温度也不要高于39度 也不要太靠近眼中 保暖商品好用也要注意安全 专闻新闻零五组完结台北参谋不到